超級歌喉讚 每週有入超過500位的試鏡者 他們熱愛唱歌 並希望能一緣夢想 本週我們從數百位矚目為中 卷出四位挑戰者 一同與三度闖關成功的紅便當 還有後山之光劉哲宇 一起踏上這個撼動人心的舞台 希望能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讓更多人看好我的作品 如果我的聲音 或是我唱歌的時候 可以帶給別人感動 或者人家覺得很好的 我覺得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 今天是爸爸七十歲生 我本來就準備好了這首歌 要送給爸爸 然後我希望能夠好好表現 然後讓他感到驕傲 我不希望我以後老的時候 後悔自己沒有堅持音樂這條路 我想要傳到第六關 可以拿到我自己個人的EP 勇闖第四關 加油 他們來自各地 卻有著相同的音樂夢想 今晚他們的夢想即將實現 誰能成功闖關 就能向夢想邁進一步 我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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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又一次征服了這個舞台 一個從未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素人 卻在身經百戰的選秀冠軍 金曲加值的頂尖歌手賢 以毫不畏懼的態度 誠摯地唱槍成功連闖三關 在第一關第二關 還是存著說會過嗎 但是現在已經過到要拼第四關了 說實在沒有壓力是騙人的 但是還是要穩住 把要比賽的歌來盡量把它唱 勇闖第四關 加油 紅電刀以不敗的氣勢一路勇闖 他的音樂夢想僅越來越近 只要再三關 就能成為這個舞台第一位破關的挑戰者 今天他能否再次通過 專業歌手的考驗呢 我怕再過兩個禮拜我不認識你了 先洗到頭髮 然後換了全新的西裝 今天這一套衣服 是我大女兒說 我的爸爸既然能夠搶到第三關了 這第四關一定要稱個面子 這次是昨天才剛買的 所以大女兒幫你準備了 你的大女兒幾歲了 二十幾歲 已經二十幾歲了 這個你這個便當店 因為你受傷要暫時歇息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造成你生活上的一些影響 說實在的沒有什麼專長 這十幾年來就只會做這個便當的生意 但是因為我受傷以後 休息差不多半年了 到現在腳都還沒好 我是一個平民百姓 說實在的 將來的日子要怎麼過 應該還要再安排一下 真的 目前先不要管這些事 對 目前應該是 先能夠闖關最要緊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的關主 還是站在門後 等著你來赤教 今天 關主分別是 五度五關 第二位是 偶像劇主題曲的演唱人 第三位 音樂神童 接下來的是 歌唱選秀冠軍 第五位 超級魔王 最後一位是 金曲獵人 紅便當先生 你要選擇哪一位關主 請選擇 如何 越來越難選擇了 我還記得他第一次來 很隨便的就開了一扇門 現在考慮再三 你選擇的是 我選超級魔王 超級魔王 超級魔王好像 大家的印象裡 應該就是那一個人 想不出來 看看門開了 他想不想得起來 跟我們大家印象裡的 超級魔王 是不是吻合 請開門 歡迎 張宇慶小典 超級魔王 張秀卿 不僅能將自己的歌曲 詮釋得淋漓盡致 連模仿歌壇大姐大 也都是微妙微笑 完全展現他 不懈可擊的演唱實力 我心疼 感謝您 可惜的是 上週我們的金曲歌喉 現場 竟然遇到歌聲驚人的 十二歲小男孩 哪有何富有 哪有何怕 哪會被三夥 勝精彩戰的曾秀卿 以些微差距沒有把關成功 心中難免遺憾 歌謀戰我又來了 因為上一次的失敗 所以這一次一定要振作 要繼續的加油 而且我這次一定要PK成功 越做越有 就是我的座右名 今天他再次站上這個舞台 擔任關主 竟然遇到已經連闖三關的紅便當 監舉完後 能守住這位同友 莊諺及演唱學者的闖關高手嗎 是的,我又來了 DJ評審老師好 還有哈林哥好 謝謝你好 還有阿咪大樂隊好 還有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辣妹張秀卿 怎麼跟上個禮拜 感覺完全不一樣啊 說到我唱歌的歷史 真的歷史課本裡面沒有 等一下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妳再囂張 我們歷史就是要讓我們記取教訓 對不對 好啦 今天我也不會跟你亂開玩笑 對,不要再開玩笑認真一點 我們把精神放在唱歌上 因為你們兩個其實是屬於 蛤,是你喔 你幹嘛 你跟他認識啊 還是你買過他便當 傳說中的很會唱的 便當歌 紅便當嘛 就是他啦 就是你本人喔 對 對 對嘛 這樣跟我比較素配一點 對 紅便當先生 你要演唱的歌曲是 我今天帶來這一首是 蔡小虎的 《聽你哪四名》 蔡小虎的歌 張秀卿小姐 要帶來的歌曲是 你啊 企圖非常明顯喔 對 一定要你啊 超級夠讚 請開始 謝謝 天下下賺 愛在心內 愛高心驚 只知聽 心不吹 貼心內外 面心須要逢著走 煙燻啊 為乎無老命 並自יה wherein 曾 Method要逢著走 任世間 正下不眠下 校 anticipate 救生者們走 進夢裡 我心玩 進夢裡 我心玩 割暈割暖凌 凌啊死命 天婚啊 比何不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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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紅便燈先生 今天已經是第十關了 哇 這麼強啊 所以呢 你要守住他 我們就可以 節省 八萬元的獎金 節省八萬元的獎金 恐怕 恐怕很容易吧 就算你不在乎我們的獎金 我很在乎 沒有 我覺得你更要在乎 是你的歌聲能不能 完全地呈現出來 對吧 此刻的心情一定要 贏 張秀卿的歌曲 歌曲 他說要我給你心掌握 為好咱的愛賣賣賣 免賣給你眼可紅 我的心愛賣白人 她說感覺已經不一樣 她說感覺已經不一樣 為好咱的愛越走越空 我用一年心來疼痛 她用變心來秀三 stupid 既然他擅走了擅走 擅走擅走 我們 我們的夢 無可感人 手抬著夢 甘願用我的孤單換好你金山 雖然夜走了 夜走了你的人 但是夜會走 夜會走 我們的夢 雖是心裡 心裡的夢 我永遠點在老所在 未到 雖然夜走 夜走 夜走 你的人 我們是夜會走 夜會走 夜會走 我們的夢 高高高 手抬著夢 甘願用我的孤單換好你金山 雖然夜走 夜走 你的夢 我們是夜會走 夜會走 夜會走 我們的夢 雖是心裡 心裡的夢 我永遠點在老所在 為你待 我本來想今天紅便當選到張秀卿 我本來覺得今天終於是門當戶對 真的 請問您結婚了嗎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歌曲取錄 取風表演方式 好 有沒有哪一位DJ朋友有意見的 我剛剛有看到何芳姐 就是在秀卿姐唱歌的時候 她是用一個姿勢這樣子 她給妳拜 聽歌的耶 感覺非常的陶醉 對啊 因為我就是喔 我有時候在電視上 一直都看到秀卿一支隊友作品 然後她常常有時候會為了效果 我真的是很久一段時間看秀卿第一次 真的被激到了 然後被激出一種很難得看到的一種 很真誠的 很專心的一個表演 謝謝 何芳姐 所以就會覺得很享受 然後那個風格跟她以往唱的是 滿不一樣的 秀卿姐今天的表現 其實從選歌就可以看得出來她勢在必得 就選了贏這首歌 那我覺得光是從她就是上週 很意外的落敗 然後還可以那麼有勇氣的 然後馬上再來接受一次挑戰 或者把關 那光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她就已經有 擁有一個劇情的風範 那我們說到她上次的那個 算是落敗 是因為那個小朋友太可愛 那其實我們的便當歌 其實也滿可愛的 但是相較之下 我覺得今天便當歌的表現 我覺得她還是一個 永遠不會油膩的便當 但是今天的表現對我來言 來說我覺得比較清淡了一點 那今天我覺得秀卿姐 就是這幾年播她的歌 她可能都又走回比較傳統 那這一次辣妹嫁到 當然有嚇到大家 但是今天 是我嚇到大家還是那時候 會嚇喔 對應該那應該就是 原本秀卿姐的個性 但是她今天唱這首贏 我覺得哇 原來張秀卿可以這麼靈魂 所以我覺得把票投給她 原來張秀卿 你應該講 張秀卿還是這麼靈魂 只是大家都忘了 好感動 贏可以了 太緊張了 張秀卿氣勢上不想輸的贏 紅便當的深情演唱 你這男會怎麼選擇呢 當下去 她想要… 來… 妳這男會 誰要… 妳這女會 妳這女… 妳這女會 我… 妳這女會 空間 请揭晓 请揭晓 这个事情 阿庆 他我跟你讲他现在真的情绪起伏很大 又哭又笑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开始唱歌的时候 我们就在追求技巧 是的 我们要把音的稳定性 比如说尾音抖音转音唱得很好 可是唱唱唱突然有人说 你技巧很多 然后他们就会说 没感情 很油 等等这些状况 这个问题有没有困扰过你 说来话长 下次再来 今天有一首 好 哎呀我跟你讲啊 其实 我唱歌这么多年 然后其实在演艺圈在歌坛也起起伏伏 然后也遇过很多的挫折 从我出道呢一直没有被看好 当然也得过奖 然后唱片也有大卖过 当然也有走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戏一样 这一个戏呢一定要把它演完 此刻的心情呢 告诉我 我要更努力 我唯一只有更努力 才会爬得更高 飞得更远 其实 对我们来讲 人生精神 对 对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制作单位 我一直以为 我是最会唱的一位 没想到我从 上一集 到这一集 都衰败犹荣 何霍华老师有说法吗 好来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 因为这首歌真的它比较像 國语歌曲的一首台语歌 可能有些DJ他们可能就觉得 听台语歌就是要听 那样子的台语歌 所以 我虽然不要讲 我不想讲说什么非战之罪 可是我真的 对秀卿来讲我真的觉得很冤枉 不管如何 再接再厉 结束没有出来之前 都要给它唱下去 是的 唱一辈子 因为我太爱唱 谢谢 张秀卿谢谢 谢谢 谢谢 本东加油 对于资深台语歌手秀卿姐来说 我觉得今天她的表现呢 我会非常的惊艳 因为你对台语歌唱这么久来讲 都会有一种台语的口感 但是她今天让我们听到 新的感觉 新的感动 这次的事件也让我很想说 我们对自己的歌唱声来 要更加的努力跟勇气 再接再来 希望你们能够一个忙 下次再来 红面当先生 今天是第四关通过了 对不对 红妈妈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儿子讲啊 这笑声就千言万语都在里面 帮你打气 对 很欢喜 很欢喜 对 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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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继续 下周 继续会看到 红便当先生 在我们的 超级歌喉站出现 谢谢 谢谢 没有想到会赢她 真的是 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那一扇门打开看到 张秀卿我想说 那就是今天是要回 终于要回家了 对 两个红便当 抵不上一些张秀卿 说实在 不要这样 您太客气了 不是啦 说实在 今天可以跟你们一起唱歌 好 说实在 我这个是我最高兴的地方 好啦 我下次这样 好 我下次再来PK一次 OK 好 然後呢 你唱我的歌 我可以唱你的 爱你千万倍吗 可以 真的 我爱你千万倍 好 我爱你千万倍 下一位床观者 也是大家上个礼拜 就见过的 刘哲宇小朋友 侵略小创将刘哲宇 上周进取歌后的对决 盛气的外表下 谁知一出口 便抓住众人的目光于耳朵 而获得继续闯关的机会 他非常的怡然自得耶 没在怕耶 他的态度也好 他的心情也好 他的那种唱歌的那种陶醉也好 我觉得我很欣赏 赛前依旧努力练习的哲宇 对他而言 这可不是像学校交作业那样的 例行公式 让阿公感到骄傲 才是他最大的目的 我想要成为第六关可以拿到 我自己个人的第一批 一关 一点五分 小朋友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选择你的关主 我们的关主 你要选择哪一位 请选择 可以了 你要选择的是 金曲猎人 金曲猎人 你懂什么叫金曲猎人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是要打猎的人 对不对 那人家打猎的人 有的人是猎兔子啊 有的人猎山猪啊 他专门猎金曲獎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好像 得过很多座的金曲獎 厉害 所以你刚刚学以前 你还不太了解 对不对 所以你选的一个 应该是有得过很多座金曲奖的歌手 可以吗 可以 来 金曲猎人到底是哪一位关主 请开门 门后方 或是哪位实力派唱将呢 台语神童 再度征服评审的心 这个小朋友啊 台湾的很年轻的Michael Jackson 如果他有个年轻会 演唱会 我一定会来 买票啊 真的假的 吃酒精 他唱两个钟头台语 会不会是Oh my God 超级歌口站 开播以来最惊险的意外 对我来说其实胜负建议很重要 重要的是其实我一直很在意的 就是在台上 没有把自己的歌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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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猎人到底是哪一位关主 许昊平先生 他还是一位歌手 本身曾经拿过五座金曲奖 入围次数高达15次 惊人的记录 堪称是金曲奖常胜军 2012年 于国家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 身间制作及编制词曲 有人评语他的歌声 细致柔情 撼动天地 款款深情 日月动容 在音乐的面前 他像是一个大孩子 总是企图创造音乐新生命 一起拭目以待 许昊平即将带来的精彩演出包 为什么叫金曲奖 可能是在20年前 我就先得到过 第一座金钟金曲奖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金钟的金曲奖吗 应该是说金钟奖我得过五座 金曲奖得过五座 然后那个时候 民国82年1993年 我得的是第五届的 流行音乐最佳新人奖 来 刘哲宇小朋友 你今天要唱的歌曲是 爱人哪恰恰 这不是张秀卿那个 你是要向他致敬是不是 那好像上次就是他把张秀卿打败了 不要提这件事 不能再提那件事 我们的节目快没人来了你知道吗 关注许浩平带来的歌曲是 心碰的感觉 挑战苏睿前辈的歌 超级歌喉战 请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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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會的江山來就念這聲聲聲 在亂發聲在人腳無尾 為你擋 就知不知道心中要跳恰恰 有你愛陪我跑個兩者 他們感情情鬆不幫人不疼 曖曖白白好人真替我 來你來恰恰 來跳恰恰 我去的舞伴 是孤孤孤白樓心情 你來陪我 一種人的嘴 嘴是暖 鄉鄉的人影 來跳恰恰 七菜的江山 來酒店吃是恰恰是行 一切亂花生 每人家不為 為你打 是什麼留住了我的眼淚 是天上的詩詩 還是霓虹的味 有一次要和愛情手再見 一樣吃同 我覺得在全世界的我女生手所看到的 並不只是外星人 地球人更應該會講話 就會唱歌 喜歡唱歌是一件最快樂的事 是再見 一個人 一個人不寂寞 我告訴自己 與愛情已遠去 和你 又何必 又何必 何必再想你 這一份冷漠 它也帶了我 心痛的感覺 它只是了我 謝謝 謝謝 來 聽見朋友們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很享受 我個人非常享受哲宇小朋友的表演 那 許耀平大哥 因為你在唱的時候 我們旁邊的汪佩蓉姐的意思是說 他很相信外星人 我很相信外星人 我真的相信月亮的黑暗面有外星人 所以我們就說保潔你怎麼看 重點是 許耀平大哥 他很有很誠意的改編這首歌曲 但他可能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希望將來也許不同的比賽 或是說對象的時候 許耀平大哥有更好的表現 謝謝 謝謝 我的朋友啊 你有什麼話要說啊 好了 這個小朋友啊 我覺得他是 現在他是 台灣的很年輕的 麥克爾傑克森 是 他是麥克爾傑克森 對 可是他聲音真的很不聽啊 還有 如果他有人請會 演唱會 我一定會買 買票 買票啊 真的假的 他唱兩個鐘頭台語 跟你說 我的天啊 會嗎 好 各位DJ朋友 請來拿一首歌曲 音樂表現成熟穩重的 艾琳的恰恰 和許耀平的迷幻式交響 究竟結果如何 請揭曉 請揭曉 好 好 最近這個場面常常出現 我也慢慢能夠 適應了 表面上適應了 習慣了 其實我的心 每一次都七上八下 所有的DJ也是在那邊 到底誰音 因為沒有人知道 各式各樣的音樂 會有不同的人欣賞 讓我們的音樂世界 更美滿更豐富 謝謝許耀平先生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耀平哥的部分的話 他的反差性非常非常的大 那平常 很少聽到他的音質 竟然是這麼迷人的 而且 在後半段Jazz的部分 他是一種 用歌劇的方式來唱Jazz 就是我大概一輩子 還沒有聽過 有這種人 用這種方式 在演唱Jazz其風的單曲 所以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如果還有機會 我應該會表現得很好 那麼我也覺得說 其實樂壇本來 就需要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唱法 我也很高興 我們在這樣一個 超級歌頭這樣的舞台上 從十二歲 再到我們四五十歲 每個人都給參加 這才是對的啊 過關之後 你而面臨的問題是 你要拿獎金 還是下週繼續闖關 你是在思考還是在看阿公 繼續闖關 劉佳儀小朋友 下週繼續來到 超級歌后站 繼續他的闖關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歡迎下一位參賽者 歡迎下一位參賽者 歡迎 大家好 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明星臉的感覺 讓大家想一想 我們先看一看參賽者的介紹 下一位挑戰者是我們偉大的人民保姆 而且還是幾局中最厲害的重量級歌手 我叫許晴美 職業是警察 許晴美從小就是家中最叛逆的小孩 常常闖禍惹爸媽生氣 此時唱歌就是她與父母溝通的最佳橋樑 有時候不方便開口跟她表白什麼時候 我會選一首歌詞不需要的 然後唱給他們聽 媽媽就會哭了 她聽得懂她就哭了 然後她就默默的在那邊低頭 假裝沒聽見 繼續做她的事 不過等到一兩個天過後 我再回來她對我的態度就改變了 她就不會再不理我 這是我很感謝的 所以歌曲也可以讓我跟他們互動 好 今年是爸爸70歲生日 我本來就準備好了這首歌 要送給爸爸 然後我希望能夠好好表現 然後讓他感到驕傲 我們看到剛剛的影片發現了 燙哥是你跟家人溝通的一個工具 對 我相信也是你在警察工作 釋放壓力的方式 是啊 沒錯 剛剛說她像誰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林涼樂 當年林涼樂 有印象 我們就開玩笑的時候 她的名字很像在罵人 你對她的歌曲應該也有印象 當年我參加五燈獎的時候 就是唱她的歌 就是唱她的歌曲 而且我也跟她同台有表演過 所以你們的歌路也滿像的嗎 是啊 都是大白的 大聲的 中氣很足這個類型的 是 今天妳來這邊好像 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妳要來唱歌的 對 沒錯 要告訴大家 嘿嘿 我的爸爸 嘿嘿 妳害什麼羞 妳又讓我不習慣了 是 我的爸爸今年70歲了 可是他看不出來 然後當我的父母心臟要很大顆 要有兩顆 因為我常常闖禍 而且我是運動員 其實當運動員的父母很辛苦 因為看我比賽那個心臟 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要謝謝我爸爸 我今天要唱一首歌送給他 這個比賽 算是獻給他的禮物 對不對 是的 各位 他不知道喔 我跟你講 我接下來講的事情 你們掌聲要更熱烈一點 他剛剛說他是運動員 他除了警察工作以外 他也是2000年雪梨奧運的柔道國手 謝謝 謝謝 你怎麼挑了兩個最辛苦的事情 是啊 運動員超累的 然後整個訓練的過程的壓力 然後常常要擔心自己 年齡跟體態 或者是體力的適應 是 妳現在還有在從事這個運動嗎 我前陣子 十幾年前玩鐵人山項 結果不完之後 身材就這樣 喔 妳 對 妳講的前陣子還真久 我說妳前陣子鐵人山項 沒有開玩笑的 沒有 一直有在運動 在做柔道這樣的訓練嗎 有 我現在在當教官 已經是教官了 是 不管如何 今天我們的人民保姆來到這邊 我們 他的聲音我覺得 跟他的工作一定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看看他到時候給我們什麼樣的感動 是 現在你要做的事情 爸爸我愛你 不是啦 叫你選門啦 選門 害什麼 爸爸送給你啊 好 選門 你爸爽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摸著會 你平常工作 好害羞 讓我擔心 導彈讓我擔心 你上台還讓我擔心 好 我選門 好 要選哪一個 先選擇 太強了 我跟舞燈獎滿有緣的 我選 五度五關 好的 跟舞燈獎有緣分的人民保姆 選的是哪一位關主 請開門 林俊逸 林俊逸 民國八十年 僅僅十二歲 就在知名節目登獎中 稱霸五度五關 在當時造成一股霧小的旋風 過關後陸續發行張川崎 不過卻漸漸地被大家遺忘 而後 他擔任過合唱團的音樂總監 駐唱歌手 劇團演出 等等多方角色 讓他清新優美的嗓音 更具靈魂 更具穿透力 不僅如此哦 還是許多知名歌手的 御用合聲呢 演藝圈或許前路漫漫 但他從未放棄過任何表現機會 在超級魔王大道中 以獨到的模仿功力奪得冠軍 再次嘗到一炮而紅的滋味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 成功不會是偶然 這個男人 他注定要站上台 今天沛玉清對林洋論 非常精巧 非常精巧 林洋 國王第三現場就在這裡重現了 好 來 許晴美同學 要帶來的歌曲是 最親愛的人 最親愛的人 是 林靜毅同學要帶來的歌曲是 想要對你背 好 謝謝 超級歌喉戰 請開始 滿懷感恩的歌聲 打動評審的心 我覺得這一部分非常好酷 就是以我們這種 神經百戰DJ聽過這麼多音樂 然後在現場還讓我掉眼淚 害我下睫毛掉了 我討厭你 讓我嗎 撞上去 祖小子 好你嗎 擦上去 懷疑我 不是你親生的 Schule好你嗎 相過 因為你對孤母愛過 漫漫大海 才來鐵海 你的歌詩詩看花的月 小天心肝 紅紅鼓勵 換掉英文憲 娘家 自少年 嘴敢嘴嘴老 因為你 自己贏掉 自你 無淘汰了啊 才知道 我有多不好 我願意不打你 女人 唱黃chio 愛過世的歌 我願意不寫這真心的 那是不曉得 也會不想這真心的 我心醉 以為你中我已過 漫漫大行 請來鐵海 你的歌詞是關懷的月 想你心裡 暗暗咖哩 看表應我倆你倆傑 有少年 隨工隨家老 你為你 自己應為念 你為我臣餓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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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爱你 疼你 像从前 想要对你 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 牵你的手 碎碎念念 时间是爱会延长线 交错着岁月 无数迷和悲欢 爱让我看脱 考验后才能拥有幸福的梦 哦 我有没有在你的梦里面 我心里空虚看不看得见 想要对你伴 想要抱得安安 疼你 112 00 5 6 6 11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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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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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不改變 情笑歸去 不改變 不改變 關主林俊逸帶來的是想要跟你飛 其實這個歌曲 磨磨大道有表演過 沒有表演過 沒有表演過 對 然後這個歌其實是因為 我也特別 它是一個禮物 因為前一陣子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媽媽她離開了 然後這個媽媽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很多年的過年 都是她收留我在他們家吃年夜飯 她是你另外一個媽媽 可以這樣說 對 所以這首算是送給她的 兩首歌都是送給對自己很重要的人 對 你最重要的人 這其中的一位 對 已經不在了 對 你的還在現場 是的 特別開心 雨晴美 是 她的聲音渾厚 對 溫暖其實跟她的人很像 我是說個性 對 有沒有知道情美的意思 情美 情 情天嘛 美是有女字旁的美 這個意思就是情天的美女 那這個意思就是陽光美女的意思 也就是我像個太陽一樣 然後接觸到我的人 都能感受到我的溫暖 你看 有沒有開始覺得有熱的感覺 我快脫光了好不好 有什麼DJ要告訴我們你們的想法的啊 我覺得這一部分非常好哭 就是以我們這種身經百戰DJ聽過這麼多音樂 然後在現場還讓我掉眼淚 我必須說這兩個都是那種療癒系的歌手喔 那我剛才其實我要特別講一下情美 就是呢 我們在聽歌的時候我們常常說 很多人他會把歌唱到歌詞裡面去 那也或許是你今天這樣的歌 是有一個意義存在的 我剛才聽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呢 我跟我爸爸在爭吵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用 我了解 就是 用其他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 當面就是說不出來很奇怪喔 對 所以就很有感覺 下次你也可以唱這首歌給你爸爸 然後還有下睫毛掉了 我討厭你 我跟你講那個角膜片就有問題了吧 好 我這一次的投票完全是以我的肌母皮 也就是肌皮疙瘩來做測試的 那林俊英以前我都認為他是 在技巧的部分很好 不過今天聽到現場才發現 原來他真的很能唱 他的肌母皮有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最後還是投給了他 謝謝 同時抱著感人的心演唱的兩人 這下DJ們會做出什麼抉擇呢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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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特別為了 這個鼓勵我們的警察同仁 除了唱歌之外呢 我們第二回合舉辦的是柔道大賽 我今天不是就比唱歌而已嗎 沒有柔道嗎 沒有這一下吧 我怎麼以為 柔道你覺得怎麼樣 不好啊 柔道我是老師我不要欺負他 會出人命啊 我是陽光美女耶 三波歡樂三波愛 我怎麼在欺負人 本來只是想稍微摔她一下 結果把她折斷了 她這個身形有大大的可能啦 好啦 秦美 其實今天的表現 就是在動人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她做到 對 當然在唱歌的部分 譬如說在高音 然後在掌控高音的這個 度量上面 沒有掌握得很好 對 可能如果你喜歡唱歌 繼續唱歌 是不是會希望能夠幫你 我先講一下 因為警察工作真的非常的繁忙 那唱歌真的只是我的興趣 那今天來到這裡 我說真的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爸爸開心 然後也藉著這個節目 爸爸一定很開心 最主要是藉著這個節目 告訴大家 我的爸爸七十歲 可是看不出來 是不是 而且你看旁邊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陽光美女你看 看得出來嗎 是不是 然後再來就是 我真的很會讓她擔心 然後也藉著這個節目 告訴她 爸爸你放心好了 我會努力 我會加油 我的工作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相信我 你的女兒很棒的 會加油 不但歌喉讚 而且人也讚 謝謝我們的警察同仁 許晴美 謝謝 OK 林俊逸同學呢 今年應該又有新作品了 對 在五月份呢 我就要再發行我的 這個算是第七張專輯了吧 對 剛剛林俊逸有說 他說 這個地方 說老實 雖然不是比賽 對 可是比比賽更兇邪 對 萬一落敗 你有話要跟DJ講對不對 對 其實今天萬一落敗 那就是 你們今天我這首歌不播沒有關係 但是我五月要發片了 那一張記得要播 好 可是你今天贏了 所以五月發片的時候 歌就 還是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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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喜歡林俊逸 或者喜歡他模仿費玉清的朋友 都要支持林俊逸的作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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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從關者 好 應該有見過對不對 有 我想也有很多朋友眼熟 我們先來看看 從關者的介紹 我是黃迪君 今年三十歲 然後我的工作現在是 音樂創作者 那個時候大學第一個創作的歌曲 被學校的學長偷了 然後邁到日本去 結果我就在日本的工信坊 我忘記遞幾題 反正就是前三名 發現我做的一首曲子 可是作曲並不是寫我 所以我就陸陸續續 又在日本發表了幾首歌曲 然後在台灣也開始接觸 就是幫歌手寫歌 不然就是幫歌手編合聲 唱合聲的工作 不只作品 攻佔日本工信坊 黃迪君 還為台日多位歌手創作歌曲 說是超實力派的音樂人喔 我覺得在我近年來累積的 這些幕後工作的經驗的話 我會 我想要再努力 然後往音樂製作品 方向去買街 我希望呢 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讓人們看到我做 這個之前大部分看到妳 好像有些戲劇的演出 對 然後妳之前是模特兒 其實我是先當作曲人 然後再當和聲編寫 然後才演戲 然後才進入模特兒經紀公司 妳在這邊要選擇一位關主 妳的關主要選擇哪一位 請選舉 音樂神童 音樂神童 今天這個 真的很奇怪 音樂神童 妳覺得他是小孩嗎 其實我 完全沒有頭緒 但是我只是非常 想欺負小朋友 不是... 我只是很喜歡這個 頭銜的名字這樣子 好 喜歡小孩 音樂神童 現在還是神童嗎 還是已經長大的神童 請開門 讓你想不到的音樂神童 即將現身啦 挑戰者的完美詮釋 讓評審陷入兩層 她的那種撕裂野性的唱法 讓我很驚訝 我覺得 這又是一個恐怖的比賽 做什麼都不對 I'm not okay 音樂神童 音樂神童 現在還是神童嗎 還是已經長大的神童 請開門 朱海君同學 哈囉 朱海君 音樂神童 十二歲開始參加歌唱比賽 就讓評審無法忽視他的歌聲 在比賽中 他的歌聲自然而然地脫穎而出 2005年 更在電視歌唱選秀節目中 贏得總冠軍 豐富的比賽經驗 累積出堅強的歌唱實力 不僅演唱多部本土劇主題曲 備受台語樂壇注目 與演藝圈諧星Nono的戀情 更是在綜藝大哥的祝福之下 在今年預計開花結果囉 今天這個當冠主要來發關 希望你好好的加油 努力把你平常 最後的狀況呈現出來 好不好 來一個殺一個 來兩個殺兩個 來三個怎樣 通殺 超級歌迫讚 朱海君的歌聲一定讚 好 謝謝 朱海君同學 好的 大家新作品 謝謝 愛你之前 今天朱海君 帶著他的新專輯來到這邊 要為各位介紹他的作品 兩位 在超級歌迫讚挑選的歌曲是 曹格的吉莫先生 哇 曹格的吉莫先生 就是大家你知道 會看到這個人 然後再聯想 他跟這個歌的關係 馬上你就會知道了 朱海君帶著歌曲是 阿嬤的情歌叫做 沒你的情皮 超級歌迫讚 請開始 很久 陳楊 那個歌的歌曲是 黑夜之所以 會erkt 疆惜人 心裡的鬼 殺во 軟欲 因為笑死你 再有回 再提點的是什麼 約能將我摧毀 在伤痕累累 我可以无所谓 寂寞却一直掉眼泪 人类除了擅长颓废 做什么都不对 自由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 才看不到心被隐随 人在爱情里越暂退 就会越多安慰 我假装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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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有多失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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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不拔情 但是他拔情做的事情 他说想当时铁的首席 首席 首席打开有好嘴 晚上不拔情 但是有这条前背谁好人 对不起 超主席 原名味 于是 一次还是 一个新員 也就ас 劑 1 無老母子 流回了飛去 暗心哭嘴 負貴臉 我愛的藝 未來離開 會說過多相相愛 三面海鮮 也失去 三面海鮮 心灰漆 我愛的藝 愛的藝 心灰漆 我愛的藝 心灰漆 她說真臨 要無勇氣 請來用一片情 我愛的藝 未來離開 她說過多相相愛 我愛的藝 未來離開 她說過多相相愛 三面海鮮 也失去 我愛的藝 未來離開 她說過多相相愛 我愛的藝 未來蘇南 真愛用一片人情 你說真人美愛無勇氣 真愛用一片分開 謝謝 關主 朱海君帶來無字的情編 闖關者黃迪君帶來寂寞先生 DJ們有這樣的感受嗎 是 我想請問一下Joseph大哥 因為兩位都是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而且都非常的有情感 那你會選擇哪一位呢 你是剛剛觀察到我的那個 感覺嗎 感受嗎 糟了 被發現了 太多攝影機 兩位其實 再次一度都有大概15到20秒 閉著眼睛 不想要被美色誘惑 來決定我的這個選擇 這是的確 不過今天真的是 海軍要大戰敵軍啊 這樣子 雙軍 雙軍在這裡 沒錯 那我要跟你講這樣子 海軍其實你當然 不管是這個技巧或純熟度 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那這個迪君的話 是因為你選的這個歌曲 曹格的歌本身就已經很難唱了 那可能因為是你的音樂背景 你很喜歡比較深度 有深度一點的歌曲 你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豔 其實今天兩個歌手真的是黑白雙煞 然後我覺得 這又是一個很恐怖的比賽 那我覺得迪君他的那種 撕裂野性的唱法讓我很驚訝 我覺得哇 那但是就是說 曹格的歌曲 這首歌這樣的唱法 我可能還要消化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驚豔 那海軍的話真的很細膩 很會唱 那我就覺得 他的那個有點是黃以靈的 少年版那種感覺 少年以靈這樣 少年齡啦 對 少年齡 沒錯 那今天就是一個很野性 狂野的聲音 然後一個是婉約 但是很有力度 其實他後面推的東西 他做得很足 都很厲害 所以最後我是挺掙扎的 非常有技術的 朱海軍 演唱的無字的琴匹 對上非常有力量的黃迪君 演唱的吉莫先生 哪一首歌得到第一階的青睞 已經強勢壓盡 誰能奪得這場勝利呢 超級歌喉讚 開播以來最驚險的意外 對我來說 其實勝負已經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其實 我一直很在意的就是 在台上沒有把自己的歌完成 海軍對上敵軍 敵缺抉擇好兩難 究竟勝利會走向哪一方呢 我可以無所謂 寂寞卻一直掉眼淚 我愛的意外 沒來的鬼 一共共多相相愛 請揭曉 謝謝 好 在這個熟練的演唱技巧 對上我們這個力量的歌聲 首先我們要謝謝黃敵軍 其實真的讓大家有嚇一跳 這樣子的外型跟這個歌聲 其實是 宋老師它是 不是想像中的組合 可是他就這樣出現了 我想他可以當一個 又會寫又會唱的製作人 來 黃敵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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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我以後 如果演唱什麼歌曲的話 我覺得成哥可能可以 不要選難度這麼高 就是定位比較簡單一點 下一位挑戰者 就是25歲的駐唱歌手洪曉彤 16歲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參加一個 校內的歌唱比賽 也就是有一個經紀人可能發現 我覺得我還不錯 所以他就找我去試唱 然後之後就在錄音室 幫他們可能唱一些demo 或什麼之類的 對 因為這段時間一直都沒有收錄 所以其實也會有家裡面的壓力 覺得當時就想說 好那就去教幼兒美語好了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 是充滿著遺憾 因為我當時並沒有堅持音樂 然後只是因為 當時可能生計過不下去 所以我後來就依然決定 我就我當老師了 我就又走回那邊的路 我想藉由超級歌紅在這個節目 讓我重新地回到舞台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不知道他要用什麼的方式 表達他自己 首先 你先要告訴我們 你要選擇哪一位關主 請選擇 好 你的選擇是 很緊張啊 很緊張 緊張還是要選 我跟妳講越不選妳越緊張 這個是拖得久 沒好處的 好 我選那個 偶像劇主題曲演唱人 我鬥子以下的還真不錯 請開門 好 預備,來到現場 好了,我們來到現場 但是,情歌王子遇上闖歡魔王 在經歷讓評審 為難不已的抉擇後 TEC竟失守獎金之門 就在這週 TEC回來了 是要多回身為音樂人的驕傲 再次踏上歌喉讚的舞台 為了這次表演 更是做足了準備 一絲一毫都不馬虎 她的心情究竟是如何呢 對我來說 從小到大 沒有像類似這樣子的比賽經驗過 不是唱歌比賽 所以呢 我會面對這樣子的壓力 其實還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呢 又很緊張 緊張到其實 像我們現在也很緊張 因為呢 即將又要再去參加一次 那其實我覺得呢 這是一種經驗啊 希望就是可以再一次站起來 如果這種壓力的人就是 會讓你重新歌齊 一定會更加能力 希望這一次呢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成績 她能克服緊張的情緒應戰嗎 好 妳剛剛的表情是怎樣 有抽獎 沒送 對 偶像劇 唱過很多嗎 上次輸掉的那個菲尼摩斯 我就是 終於少了 還有有沒有 還有 那算古裝劇吧 古裝劇 反正你這個 就比較前面很久前 幫戲劇創作演唱的歌 也不分類型 也不分類型 也滿多種類 對 也不是偶依為之 所以這個幫戲劇寫 主題曲經驗還滿豐富的 對 因為其實 在戲劇上面如果看的話 會有很多想法 很多理想 對 有畫面 有劇情 就很好寫歌 今天既然來到這裡 剛剛講的話 應該都是妳的肺腑之言 對不對 我要發片 我是彭曉彤 所以站在這邊的 不管是什麼人 妳的實力 就在這一刻要拿出來 妳要演唱的歌曲是 張惠妹的 勇敢 妳不要突然也忘了 關主要演唱的歌曲是 專屬天使 超級歌頭戰 請開始 在黑暗中 寂靜伸出的雙手 冰冷的空氣像火 害怕又收手 路再遠 誰的眼神永遠 萬物跟妳一起走 怎樣才會懂 記憶裡 愛應該總是溫柔 用了這一切 才能不拍眼 是我勇敢太久 決定為妳一個人而活 無論說出口 她的沈默 永遠的醉酒 城市充滿短暫的煙火 不出躲 散亮了沈默 明白是寂寞 夜太黑 看不見 妳在我身邊 心聲被淚水 失去防備 心聲被淚水 失去防備 心聲被淚水 確定為妳一個人而活 確定為妳一個人而活 不能說出口 那麼沈默 那麼沈默 勇敢的醉酒 城市充滿短暫的煙火 不出躲 照亮了沈默 照亮了沈默 愛原來寂寞 嗚 原來補臥 寂寞 再度來到《超級鉄塔ii站》的damn 目前是處於一個放空的心情 還是余計有準 其實滿緊張的啦 對 因為唱得太好了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可能也會因為緊張的關係輸掉 但是呢 其實我上次也有 就是好好的去反省自己 然後把那個舞台的經驗找回來 對 然後希望這一次呢 能得到30位DJ哥哥姐姐們的青睞 好 對 音樂 唱歌是不能停下來的 對 有沒有感覺 就看Tank的表演 我不會怪你 對我的偽裝 天使在人間是該唱 好吃吧 任本愚蠢路芒 任你閒細閒亮 怎能讓你為了我被碰傷 小小小的手掌 苦苦的溫暖 你總能平復我不安的遊玩 我看上的夢想 我看上的夢想 就是我的方向 我才看見他原來在前方 你有誰能把你搶禮我身旁 有誰能把你搶禮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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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還在沉睡 絕望的依偎 生命只有黑夜 沒有天使天使 錄影突發狀況 現場一度混亂 你是我的 這是天使 我哪一開需要別的我 梦想坚定的彭孝彤 与Tank的回归 结果究竟会如何发展 你是我的最初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我 患有遗传性心脏病的Tank 装有心脏巨线战器 演唱中二度因为心脏不协调活动 释放电流而感到不适 必须暂停演唱 此时的Tank在场边稍坐休息 很想重新调整呼吸心跳继续演唱 不过在制作单位与经纪人进行沟通后 认为Tank的身体状况 目前不已再上台 确认必须暂停此次的演唱 Tank走入休息时候 以绝对于Tank的坚持与专业 也表达了看法 自从Tank在成家之后呢 让人生更完整之后 我感觉你歌唱给大家的感情 更完整更圆满 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非同情 你真的很棒 很可惜今天Tank没有完成他的表演 不过对我们来说 已经看到了很完整的他的表现 他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可以唱的 不过还是觉得生命还是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祝福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加油Tank 现场挑战赛 在主持人与制作人讨论后 决定呼吁计分 挑战者彭晓彤 下周可以继续闯关 然而根据DK团 先前进行的这场无效投票 胡俊明统计是27比3 对我来说其实胜负 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其实 我一直很在意的就是 在台上没有把自己的歌完成 Tank用生命在唱歌的精神 感动了所有评审 相信也感动了你我 而超级歌喉战的舞台 也永远等着他回来 再次带给大家他的好声音 下一位闯关者 我是马俊明 然后今年是额立之年 之前就是参加一个比赛 叫互相大成长 还算蛮成功的 因为我在那个 旋游节目里面的名词 大概是DK 本以为心路顺遂的马俊凌 没想到因为合约出了问题 只好先去服兵役 退伍出来的时候 听他说 客户是没有这样子 去那个八十五六七 去卖咖啡这样子 或者就是说就是 去当理财专员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都 说我不是很 做没有很长久 因为一方面我们都是很想说 我想要赶快重现 然后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继续回来画画 终于很高兴在额立之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工作室 把它建立起 马俊凌在存到前 拍了画室之后 常常在画画时 也不忘唱歌 因为我觉得歌唱它是一个 老天爷给我的天赋 如果我的声音 或是我唱歌的时候 可以带给别人感动 或是人家觉得好 我觉得是一件 很高兴的事情 那我当然会希望说 借我这个机会 那我可以 就一次可以在节目上面 或是观目上面出现 可以感动比自己多一点的 这样就觉得很高兴 你在画画也好 你在歌唱上面 都尝到了辛苦的滋味了 但是也不少收获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音乐也有天赋 可是还是要练习 歌唱选秀冠军 现在是最难猜的 因为这几年其实 有很多的比赛 有很多的冠军 哪一位是选秀冠军 请开门 欢迎艾成出场 歌唱选秀冠军 艾成 有人说 他是歌唱界的长相将军 有人说 他是能唱能跳的小王子 更有人疯他 是令人文风丧胆的 PK魔王 在受到这些肯定之前 艾成其实心土坎坷 纵然在2004年 发行过专辑 但还是没有人记得他 不过 即使换了五家公司 六位经纪人 种种难关 都不能阻挡艾成 要用歌唱 感动大家的心愿 他的不放弃 终于让他找到 可以尽情发生的舞台 因为总是脸上带着笑容 所以我们难以想象 他经历的风风雨雨 先别急着替他伤感 因为他说 两位都是前后期的选秀 学长学弟 马俊玲要挑选的歌曲是 领舞 就是领悟 我还联悟 领悟 他唱这种歌他还敢开玩笑 真的 他很帅 他不想活了 这种歌很难的 接下来艾成要演唱的歌曲是 我是一只小小鸟 你也不是想活得很久的感觉 超级歌舞站 我会哭 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我只是整整望着你的脚步 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虽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虽然像孩子一样无处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被爱是奢依的幸福 被爱是奢侈的幸福 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那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那一颗心眼看遥忽 我们的爱是奢依的幸福 愿你我没有百般受苦 若曾 true 如果 i&m 真心真意真意 LED 担心真意付出 若曾真心真意付出 非趣很上场的故事 因为我 多么痛的领悟 哼呈我视频 你曾τenders 只願你掙脫情的枷鎖 愛的束縛 任意追逐 啊 躲破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是我回首來時路的 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獨 啊 躲破痛的領悟 你曾是我的全部 只願你掙脫情的枷鎖 愛的束縛 任意追逐 別再為愛受苦 今天最後一組的演出 關注艾成自我挑戰高難度 他能完美詮釋嗎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想一日受傷 想要飛去怎麼樣也飛不高 也許有一天我騎上了枝頭 卻成為獵人的目標 我飛上了晴天 再發現自己從此無意無好 每次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 每次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總是睡不著 我懷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 沒有變得更好 未來回頭看 究竟有誰會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種傳說 我永遠都找不到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呀飛 卻飛也飛不高 我尋去秘密 尋去秘密 一個溫暖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 這樣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呀飛 卻飛也飛不高 我尋去秘密 尋去秘密 一個溫暖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這樣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關注艾成演唱的 我是一隻小小鳥 闖關著馬俊麟演唱的 領悟 DJ朋友們 我先講一下馬俊麟 他的部分其實在口白的時候 有一點弱調了 因為其實有時候 一首歌成也口白 敗也口白 後面的部分 在唱的部分 雖然是有 就是到達整首歌的感覺 可是他好像 痛的感覺又少了一些些 感覺這個部分 就稍微弱了一點 那倒是艾成在這首歌 因為他唱的是大哥 他的堆疊方面 做得非常的好 我聽到那個馬俊麟我有點 我弄成一個比喻好了 我覺得衣服應該是穿在對的人 就是人應該去選對的衣服 那我覺得馬俊麟 你今天選的歌曲好像 不是你的 應該不是你的 你應該可以去找別的 你喜歡的 不適合他的歌 對 不太適合 那艾成我覺得 我很喜歡你的歌聲 那只是 就像好像在爬山一樣 我很期待有看到一個 哇 那種風景 可是 到了那個副歌 看到那個小小娘的時候 就 欸 風景怎麼不見了 對 就覺得有點可惜 好像還沒有到山頂 對啊 感覺 對 只是看到一個到山腰這樣 就一點點 好可惜 在兩首歌曲 都還有進步空間的情況下 DJ會如何選擇 好可惜 請揭曉 好 好 好了 對於馬俊麟來講 這個是 隔了多久你才再度 踏上舞台表演 唱歌的話應該差不多 六七年有了 六七年了 嗓音有天賦 可是練習是不能間斷的 對 最少我覺得馬俊玲的聲音 是有能量的 可是練習是有感覺的 絕對不能間斷 好 雖然闖關失敗 我們還是謝謝馬俊玲帶來的演出 謝謝 以及歌喉戰 做到這是一個小教學的 天主既 咎咎一哩 啊 沸騎頭載下去 愛情哪請你逼 不在地 咎咎咎咎咽 彎彎想著你 啊 你唱一杯咎咎 無感動的地 給我咎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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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